为了保障人民的合法产权 今年大理地震事务所 也针对了乌治区的卡里段 西星霸段 来实施地级图重测 日行就举办了说明会 从1月份开始到3月份 也寄发了通知书 要通知民众前往报界 如果遇到土地戒指有所纠纷 地震事务所也会协助测量 来确保民众的合法权益 台下民众聚精会神的听者解说 要了解地级重测的重要性 为了保障人民的合法产权 今年大理地震事务所 将针对乌治区的克里段 西星霸段实施地级图重测 我们的地级图是 我们日本时代用下来 已经年轻过写 而且它的政策 没有符合我们的现代化的使用 我们利用 现在利用我们较少的科技 卫生的策略 包括我们拿经纬的策略 跟地级图中策来所纳化 以后它政策的体型 比较符合我们的使用 避免我们地级图中策略 由于目前使用的地级图 是日据时期所测量制作的 使用已经超过百年 精确度也不符合要求 因此必须重新测量 绘制新的地级图 地震事务所将从即日起 开始到三月份 寄发通知书 通知民众前往报界 民众收到调查标 要带我们的 新闻人和调查室 以调查标 通知书上的计计 来到刑图 来到报界 报界之后 如果跟隔壁 戒指有求分 不清楚 要怎样 他可以 拜托我们地级图 来做一个协助制作 协助制作出来 成功 如果没有麻烦 我们会 召开一个协助会 来跟民众和隔壁 地震事务所也提醒 收到通知单的民众 要依据通知书上 所记载的时间与地点 携带身份证印章 及通知书到场 会同指认戒指 并在调查表上签章 避免土地权益 遭受到损害 记者杨春环 台中采访报导